你 是绿色 微风吹过 翠湖一波 青青荷叶 随风咬夜 连绵不断的青山 竹林 茶园 日益朦胧 快乐是酒 慢乐是茶 茶 一片树叶 却有力量 两千年前 从我的故乡 衍生成为 风靡世界的文化传奇 湖州是古老的茶叶产区 和茶文化发源地 唐朝露宇 在这个山水清远 诗情画意的地方 写了茶经 茶在人们的生活中 是一种 有仪式感的消遣 湖州三道茶 是湖州人 特有的代课礼仪 甜 咸 清的循序渐进 也是 对人生旷味的思考吧 我觉得 刚坐到这儿 就整个人就变得平和安静了 就是茶的魅力 对 喝茶就是可以让人静下来 我们现在泡第一道茶 好 这个是红糖锅巴 我第一次知道泡茶的时候用锅巴 这就是在茶碗里放上用糯米做的锅巴后加入红糖 冲泡而成的格外香甜 这真的是我第一次在湖州才喝到这个 有一种甜蜜的感觉 然后下面就是刚刚看的那个熏豆 哦 我很期待这个豆豆茶 对 这个豆子 第二道茶 熏豆茶 以熏豆 胡萝卜丝 茶叶为主料 加白芝麻 香酥子 味咸 止渴生津 第三道 青茶 采用天木山脉的湖州明茶 墨干黄芽 长芯子笋 安吉白片气泡 清香持久 好香 确实三种茶就是看似相似 但是实际上它们都有很细腻的不同 嗯 哇 柯老师 嗯 您这写的是什么 我想把湖州的自然环境 给人民的心理写出来 嗯 我很喜欢您说的跟茶有关的 您说那个人生有三道茶 第一道是甜茶 因为出生的时候都是无忧无虑的 第二道是苦茶 因为人生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历经很多东西 然后到第三道是淡茶 对对对 我们公推委陆语称为茶盛 他在湖州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茶科学著作 茶经 就是这一本 哇 让我拜读一下 谢谢 嗯 茶经中写道 要排忧解闷就喝酒 要清醒头脑就喝茶 所以喝茶也是一种智慧 在湖州方言里 喝茶是吃茶 因为我们泡河 geehr 加新,胡州人自古就有饮茶的嗜好 左茶之点应运而生 用面粉和糖制成各种形色明目的精美糕饼 用以左茶,故同名茶时,一约茶点 胡州人最爱的生活方式就是就着细点饮茶 吃茶一定会摆上茶食三针 玫瑰酥糖,椒盐糖片和牛皮糖 我来到九里三格老 十里两上书的文化之邦和诗书之乡南巡古镇 寻找茶食老字号,百食学艺 捕捉穿越在中西河壁建筑中的一米阳光 寻找湿化净润的微甜味道 你觉得哪个是最能代表南巡特色的呀 你觉得哪个是最能代表南巡特色的呀 没什么橘红糕 还是橘红糕是吧 水香古镇的橘红糕,懦软如玉,玫瑰香甜,金橘酸干 淡粉色的传统茶食最有江南的浪漫滋味 要不你来试手啊 好,我试试我行吗 行的,肯定 好 这个橘红糕的历史有多久了大概 要几百年了 几百年,所以几百年的都是这么走的 玫瑰酱 放这些 这个糕点会有的颜色 原来都是来源于这种最天然的食材 这个都是我之前没有经历到的 经历了之后 你会更加对故乡的这一抹粉色 一味香甜 有更加多的眷恋和回味 水本无味 只是从唐代到明清 天堂中央的湖州 一花一叶中沉淀着几百年的诗与画 这里因水而生 因水而新 以水为名 是水养育了我们浙江人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鱼米之乡之一 浙江最具代表性的味道 不能不提是鱼 这个是白鱼 是不是太湖三宝里面一宝吧 不是白鱼吧 这个白鱼 这个白鱼三宝里面一宝 行遍江南清丽地 人生只和住湖州 湖州捕鱼人家迎着晨曦而来 披着暮色而回 要不要你试一下 这个 这个番是不是很重啊 不重的 不重的 你也来 那我是 你也行 还行 不是很重 我也可以 捕鱼和吃鱼 一直是湖州人生活的一个中心 这里也许是对吃鱼最讲究 也最随意的一个地方 船舱里起噪 船闲边用餐 银鱼 白鱼 白虾 白水煮过 自带鲜甜 几乎不需要更多的佐料 水香的女儿 泛舟湖上 一碗黄酒 几盘雨鲜 站在太湖边 你能做到的 就是静静地去看她 在不同的天气 不同的时间 用不同的心情 看她风霜雨露 看她鱼翔前底 看她片番高举 从绍兴到湖州 从长桥直街 到太湖南岸 饮黄酒 品清茶 探寻故乡味道的终极意义 就在于 让你 从人生的起点开始 发现 那些需要琢磨的道理 她 从来都不在 远方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 看过许多次数的云 喝过许多种类的酒 却最爱你 浙江的味道 我是顾湘文化大使江一燕 来微博酷染视频 看魏里顾湘 搜索魏里顾湘 参与互动 跟我和本期寻味大使 一起点赞 加香味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